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诗帮药 字耳涛 号四名 浙江渝瑶人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此后刚正不阿 为官清廉 广为天下传 舅舅 舅舅 看你急急忙忙的 有何要事啊 您没有听说吗 燕党垮台了 怎么了 您怎么还有闲情在这里读书呢 您这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呀 当时魏忠贤全室宣赫 朝廷官员惧怕其威势 纷纷奔走魏燕之门 人莫敢武 您就是因为不愿意附和燕党 才被调到这张州做一个小支府 现在他垮台了 正是您官赴原职的好机会啊 做官本是为民造福之事 而非图取名利 千万不要本末倒置 我在哪里做官做到多大的官没有关系 只要能为民造福便足矣 大人 请进 有什么事 南平县令发来的文书 呈上来 真是无法无天 大人 这是 居然有人三番五次蓄意破坏渔民传之 而今渔民守着传之 整夜不敢入睡 怎么会有如此十恶不赦之人 你告知南平县令 此案定是郑之龙吩咐郑爽所为 让其将他捉来审问 大人 您怎么知道是他干的 你只管让其抓来审问便是 是 去吧 舅舅 舅舅 请进 舅舅 这个东西您都玩了十几年了 没办法 没办法 就这么一个喜欢的物件 找我所谓何事啊 前几天那个案子 果然是郑爽所为 嗯 我已经知道了 这已经是您第五次准确地说出元凶了 大家都说您是神人附体 您到底是怎么知道真凶的 我每到一个地方 都会先去将治下的情况打听清楚 何人积德行善 何人为非作歹 所以每次有了案件发生 就立刻知道了主犯 原来如此 怪不得您每次都准得像神明 没有什么神明 只不过是多下了一些功夫罢了 那您准备怎么办理正手呢 我正要给南平县令写信 让其按律办理 舅舅 怎么 这郑爽可是刚刚归顺朝廷的 大海道郑之龙的唐亲 自从其归顺以后 做了五虎游击将军 四下打点 一切顺风顺水 您要是将其亲戚办理 怕是要招致祸事啊 你舅舅我只要坐这张州之府一天 就要做好这分内之事 做官不是为了自求安稳 而是为民除害 你知道吗 是 你先下去吧 此事我自有安排 是 放在这里吧 舅舅面带怒色 究竟所为何事 那郑之龙写信过来 想要我将郑爽交给他办理 我上次都跟您说了 他现在正是如日中天 您还是把人交给他吧 不可以 他只是一个郑之龙的远房唐亲 就算是皇亲国戚 在我张州界乱了张法 都要按律办理 您没有必要这么较真 这是为官之本 今日为郑之龙躺地 明日又不知是谁的堂弟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 如何为民做主 这知府衙门又该开箱何妨 外甥知道了 舅舅 您可回来了 怎么了 这是什么 您进来看看就知道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 多漂亮的琥珀呀 您喜欢吗 这是哪里来的 您知道郑之龙的弟弟郑之虎吧 他送来的 他说哥哥郑之龙非常赞同您办理郑爽一案的做法 特地送来礼物 感谢您帮他整顿军迹 怎么了 您不是非常喜欢琥珀的吗 他今天下午送来的时候您不在 于是我就带您收下了 这东西我不能收 马上给他送回去 舅舅 你还是给他送回去吧 现在天都黑了 我明天送过去吧 师邦要工作出色 先后被签认福建副使左参证 四川岸茶使福建左部正使 尔涛真是多年不见哪 快里面说 好 这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从这福建副使 又做回福建了 真没想到你我还能再次见面 你一直在福建 从你走后就没有调动过 这样你我才能再次重逢 难得的缘分哪 快请坐 请 此次回福建有何打算 如今燕党垮台 与党势力也已消失殆尽 朝中一片平和 正是我等报效国家之良机啊 尔涛所言极是 奈何你现在还只是一个不正使 怕是有心无力啊 此言诧异 只要我将这福建一省治理好了 不同样是为民造福报效国家吗 尔涛所言极是 是 今日到此为止改日再来拜访 好路上小心 你们将师大人送回府上 是有劳兄台 哪里兄弟客气了 大人 请进 大人 这是门外一群秀才给您的信 秀才 呈上来 没事的话笑得先告退了 等等 徐康 你可知道这里有一个叫徐康的人 有一个叫徐康的人 经常在当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 不知大人指的是否是他 大人为何突然问起他来 近日发现汉兴县令职位空缺 这些秀才联名尚书 想要推荐一个叫徐康的人 可能是另有同名同姓之人 那个徐康品行恶劣 肯定是不会被举荐 此事我下来再调查 你先下去吧 是 下官不知都徐使大人前来 有失远迎 还望大人恕罪 不正是言过了 快免礼 我只是路过此地 顺道前来看你新官上任 一切打点的如何 坐下吧 承蒙大人关心 目前一切顺利 地方上的官员你都见过了吧 都见过了 除了汉兴县令一直暂时空缺 空缺 那你可有合适的人选 下官正在寻找 你新上任此地 人生地不熟 要找到合适的人选 相当辛苦 确实不易 下官正努力物色人选 嗯 当地有人举荐吗 嗯 怎么 举荐信 倒是收到一封 只是 拿来我看看 此人学识渊博 为人正直 宅心仁厚 是汉兴县令 绝佳人选 好 难得有这么多秀才举荐 依我之见 就任命这个徐康吧 大人 怎么 有何不可 下官私下调查过此人 此人经常欺压百姓 横行霸道 品行恶劣 不能任用 哎 总有人在背后恶意诽谤 不证实 千万不要听信这些谗言 我看此人可以任用 我都是向当地老百姓打听 他们是绝不会恶意诽谤的 大人 让你等候多时了 哪里的话 好友相聚 不必拘礼 里面请 请 尔涛 我敬你一杯 为何见你愁容满面呢 只为那汉兴县令一事 此事进展如何 有合适的人选吗 有一群秀才推举徐康 但此人劣迹斑斑 不能任用 昨日都御使前来视察工作 执意要任用此人 觉得颇为蹊跷 此人行迹恶劣 为何还这么多人举荐 有些话兄弟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说无妨 其实徐康本性是个不错的人 就是性子急躁了些 你也觉得徐康适合做县令 你刚上任有许多情况不是了解 再不了解 我也知道徐康是不能做这个县令的 你先不要这么贸然地下结论 这 这就是那徐康送给你的一点心意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徐康知道你喜好玉器 所以让我转送于你 几年不见 你怎么如此不了解我 还带人向我行贿 你刚刚上任 许多隐情不甚了解 有何隐情 那徐康为何能在乡里横行霸道 父亲官员都束手无策 甚至有人推举他 就是因为他是都御使的表亲 他果真是都御使的表亲 所以我劝你收下此欲 都御使位高权重 还是不要得罪得好 这个东西你还是退还给他吧 二涛 不必为此生气 他也是 你我好友多年 为何你还不了解我呢 二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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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先信吴说话 昨日之事深表惬意 那都御使知道你我交情 所以让我出面 哎 先坐下说话吧 想必此事并不是你的本意 我刚刚得到消息 那个都御使已在吏部活动了 看来徐康上任 亦是十拿九稳之事 哎 我已经收到了吏部的来信 看来此事已成定局 我可以在你和都御使之间调和一下 你们坐下来谈谈 也好做个顺水人情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这可是最后的机会啊 如果你和这都御使关系破裂 日后必定处处刁难 为了苟求安稳 而忘记为官的本质 这样的官还不如不作 坚持自我 为官廉洁自律 这是我为官之初 给自己许下的诺言 而今贪官横行也不能忘记 哎 如今像你这样的人 已经不多了 事到如今 此事我已深知尼西 如若需要好友相助 直言便是 就是那个徐康 大人 你们说的可是江乐县的徐康 正是 速去备一匹快马 是 不知大人前来有失远迎 还望恕罪 近日县礼如何 回大人一切正常 可有案件发生 大案没有 小案倒是游几期 将卷宗呈上来 是 这徐康一案为何没有处理结果 这 前日发生的案件尚在调查中 马上升堂 马上升堂 审理此案 如若证据确凿 案律出发 是大人 只是 有何问题 下官听闻 此人是都御史的表亲 前几任官员都不敢办理 下官担心 有何担心 作为一方父母官 有人为非作歹 竟然顾虑自己安危 而畏守畏脚 这样如何为民做主 下官知错 下官马上升堂 神理此案 都御史大人 近日江乐县有人横行霸道 骑马踩伤百姓 还飞扬跋扈 谎称是您亲戚 下官听闻您加封唇言 此事绝不会发生 如此辱莫您的名声 遂让县令将其言成 这幅画是哪里来的 今天上午胡叔叔送来的 他在家等了您一上午 本想要在您进金任官前 当面送您 可您一直没回来 我帮您挂起来吧 将画取下来吧 取下来干嘛呢 挂这里不是挺好的吗 取下来给它送回去 他又不是有求于您 胡叔叔说了 他敬仰您的人品 作为好友临别相送 这有何不可 不可 今日他送我这个 却无求我之意 但我进京任官 我若收下这幅画 他们知我兴趣所在 即是向他们宣誓了可遇之门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 有所好恶 则不得其正 嗯 嗯 邦要雀竹 甚至有所好恶 则不得其正之道 公正联名 言以律己 官至左父都御使 赠太子少保 后李自成攻占北京 邦要中军保国 披霜火酒吞服而死 红光时追赠左都御使 世中介 清朝资世中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